北医者消毒水在办公室全面清潮 从地板到桌面 每个走过路过 手会摸到的地方 通通都要喷洒 从里面喷出人 台北市警局这回传出 有巡官28号在家里发高烧 身体不舒服 上午10点多到北医看诊 下午2点多实施快筛检测 晚间6点接到院方通知是阳性 台北市警局多查是一名工友 之前传出PCR阳性 结果不到一个星期 这个犯罪预防科的一名巡官 也发现是快筛阳性 目前还在等待PCR结果出炉 快筛阳性 这结果晴天霹雳 为了阻绝病毒扩散 办公大楼全面消毒 犯罪预防科的成员 全部去到医院快筛 23人阴性 但接下来三天 全得居家上班 等待PCR结果 警政署统计 截至目前为止 全台湾总共21名警察确诊 111人居家隔离 84人自主健康管理 而确诊的21人当中 台北市包含了刑事局 总共12人 新北市7人 台中与高雄各有一人 防疫之战 警察为了维护治安 站在最前线 但随着染疫个案接连爆出 同办公室的远警 被要求筛减与隔离 焦虑于不安 恐怕难以避免 只希望疫情趋缓 别再重伤 玻璃是大人 TVvision 蔡明轩礼节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